台湾人其实现在生活越来越富足 那当然富足的生活 就会对于健康有所要求 所以昨天那些事才很多人打噴嚏什么 可是其实如果你就活在中国 你根本不管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202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雪崩82% 创30年新低 台湾附中投资逐年降到历史新低 没有人要投资中国 现在不是说没有人要投资中国 我简单的说台商的彼此非常非常零 今年从新年一直到农历过年 今年从新年过年到整个过年 然后一直到现在要吃春酒 所有的整个台商通通在说 现在去中国大陆说 能够去赚钱大家都想去 但现在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但现在中国不管是税率 不管是法律 不管是就现在的整个所谓的未来性 他们都不好 所以发生什么事呢 出现了30年来最惨的一次 对中国缺乏信心 那中国缺乏信心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 好多人都说 你们这个就是非常台派的整个媒体 所以你们都在说中国的坏话 不是 现在是德国人 美国人 英国人 日本人 大家都在跑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先跑先赢 因为我今年过年 跟一个台商在聊天 他就说 我三四年前我就开始走 但是还有两个土地在上海 买买买出去 我说现在要怎么 现在就找不到人好吃了 现在找不到接盘侠 对你看日本对中投资 去年对外投资只有2.2%出去中国 没有错 97.8%都外流了 30年前那时候日本人 韩国人香港人跟台湾人是络绎不绝 那时候最夸张的时候是什么呢 我先跟各位说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台商附中的 所谓的有资料的系数 最高的一个数字是146亿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那为什么是146亿 台币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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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亿是美金 各位你去想 5000多亿啊 这是台面上看到的 暗地里面至少是两倍 多少人 我先跟各位说台湾很多那个中小企业 它是没有过投审会的哦 可能就是 我跟你说 我背包的 大一点 我家去贷款 我土地去贷款 我钱包的我就去贷款了 很多人是这么做的 但是呢我们先来看哦 从146亿到后面剩30亿 那为什么剩30亿呢 这几年你在看台湾哦 台湾大概从2018年 2019年开始 那时候到南部去就不一样了 过去南部那些工业区有时候 哎呀你来买 计划好说到过几年 你进来哦 你没进来 大家唱了后面你要去买不到了 对 抢光 各位都是抢光 然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哪边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为什么会在短短的30年当中 他从整个过去 不是太好的一个经济体 走上了全世界 唯一两个最大的 短短的一个时间 各位你去想哦 习近平现在上位 他改了宪法之后才在位12年哦 中国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是真的他八字太轻还是当先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外媒才会说嘛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哦 外媒才会说嘛 习近平正在为220兆元的经济衰退在烧脑 那现在呢 从大事到小事 什么事情奇奇怪怪的都有 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 最近在整个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啊 他是谁呢 赵小兰的妹妹叫做赵安琪 赵安琪不是在德州吗 开了一台特斯拉 不小心他就说他倒车 有影像哦 倒车倒到水里面去 倒到水里面去他就死了哦 这么大的一个家族 他们家的富文哦 一张纸只有三堂纸 你知道这里面水有多深吗 赵安琪 连死都不敢伸张 不敢讲 那我们说哦 这里面的水一定非常非常深 赵安琪他是中国银行的董事 而且那时候大家网内一看 才知道哇问题大条 恒大地产当中 在美国借款最大的一个担保人 就是赵安琪 对那赵安琪现在死了之后 我先跟各位说 这整个事情脱钩了 找不到关键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 那各位这只是一个小案子 这只是一个很大哦 中国从整个整个所谓的科技业 电动车轮胎什么的 多少的一个企业 几十亿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很多人都说向中国低头 就能够回到过去 各位这刚刚有call 我们去看看最近台湾的一个状况 从整个我们台湾选完 各位星期六才选完 第一天他外交先follow我们一个 然后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最近单单金门那个事件 金门明明就是一件小事 他就是要把他闹大 为什么要把他闹大呢 各位去想 我现在一台三无的渔船 后面挂两颗黑金刚的引擎 因为那条渔船 我们所有的新闻都有 你可以去看 那个外面就是没有编号 没有写姓名 他也没有所谓的 正常的渔船会写 这个是什么号 我的编号是多少 那在什么省什么线那个都要有 他进来跟你蛇行 我们的整个海巡去 我们今天单单一个没有录影 他给我们骂到不行 你侵入我们的地方 给我们蛇行 你人掉下来 我们还给你送到医院去 现在不得了了 我们的观光船 是史上第一次被他登船 那个观光船 根本毫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为什么石板明复会说 只有台湾的亲中派 完全在罔顾所谓的事实 现在是连台商都在跑 我先跟各位说 台商他心中当然会有所谓的 有亲台的 有比较亲中的 这个都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有他的政治立场 但对于商人来说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今天背着我的钱 带着我的资本 带着我的技术 我到各地去 我要有钱赚 如果我没有钱赚 这个要怎么办 但重点是 台湾我们有钱赚 很简单 最近全世界在做 全世界的半导体公司 第一家叫NVIDIA 没话说 现在是世界技术冠军的 第二是谁呢 台积电 那我们除了台积电之外 想不到我们的整个 高级厂器物都进去 包括像联电等等都进去 最近孙正义 他要开始做AI晶片 孙正义做AI晶片 他现在第一个 一定要找台积电 这是一定要对不对 他把整个脑筋 动到哪边去 你知道吗 他带着阿拉伯人 1000亿美金的钱 来台湾找谁 找我们的瑞育跟联勇 对 就这么夸张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瑞育跟联勇 原来在过去50年当中 他们累积下了几万条 几千条的一个专利 他们就说 没有台湾的这些科技的地基 先说这个都是地基 我以后的晶片往上阻 我阻不出来 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麻烦 好 我们再来看 所以很简单 你看中国 大家不投资 没有关系 可是为什么 我国印象海外大赚 770亿 光新南向就会192亿 没有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对于整个官方来说 官方的速度是相对慢的 民间的话会比官方的速度 会快两倍到三倍 最近又传捷报 我国的一个银行 金管会就说了 我国银行的海外分支单位 包括了指航跟分航 就海外来看 2023年的税前盈余 是772亿 壮历年来最高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去避开 我们去避开中国大陆 开始把路线往各地去走 往哪边去走呢 往欧洲 往整个所谓的中南半岛去走 这个方向是对的嘛 新南向的一个部分的话 也赚了192亿 所以就现在来说的话 可能过去很多政府的一个作为 大家也来说 哎呀你们就是讨厌中国啦 你们就是心中有所谓的定向 但就现在来说 我们从过去2018年 到现在的2024年 这六年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事情 你会慢慢离出一个真相 真的是离中国越远的 你就会越安全 而且你赚的钱会更多 对非常谢谢宽哥的分析 最后的结尾 不用我来结尾 用石板明夫先生这段话来做结尾 非常非常适合 石板明夫说 别的国家没有民进党 总统也不信蔡 更没有九二共识的问题 但是大家都不再往中国投资了 好像只有台湾的一群亲中派 还在鼓吹要和中国加强经济交流 好像只要向中国低头 两岸经济就可以回到过去 台商能赚钱的时代 完全罔顾中国投资已经变差的事实 所以不是台商不赚钱 是整个中国大环境 确实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看看中国 想想台湾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 已经很值得 让大家来讲